马拉雅出品 《回到北宋》当大佬 作者 祝家大郎 演播 刀马蛋 我可是喷着 猫斗女王 甘郎 坍台夜 大宋天威 第四十五集 甘奇与苏家兄弟摇摇晃晃而走 苏家在汴梁城外 租了一个二层小楼 最简单不过的二层小楼 多了甘奇一个人 睡觉倒也住得下 老父亲苏寻见三人摇摇晃晃回来 倒也不生气 还一脸的微笑颇为自得 苏寻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事情 莫过于是生出了这么两个儿子 其实苏寻并不只有这两个儿子 还有一个大儿子跟一个闺女 只是这个大儿子和女儿都早邀了 只剩下了苏氏与苏哲 苏寻对这两个儿子的自信 那也是无与伦比的 有这么一个段子 有人曾经在苏寻面前吹嘘 说是 哪家哪家豪门大家的儿子 哎呀 那才子呀那是 聪慧不凡 读书只需要看一遍 苏寻美好气的呸了一句 呸 你这话也敢拿来说 嗯 说得好像谁家的儿子 看书还要看两遍似的 啊 你听听 是人说的话吗 这是人说的话吗 不过故事呀 归故事 古往今来 能生出这么两个文才绝顶儿子的 大概也只有苏寻一个了 两个儿子喝酒喝醉了 苏寻也毫不生气 对于上门借宿的甘旗 那也是热情非常 甘旗三人 依然是上床呼呼大睡了 那御仙楼里边 却是连续来了两拨人 一拨人进门就喊 便量甘旗是哪位 甘旗是哪一位 汝南王有请 满场众人惊骇过后 联盟有人答道 甘旗喝多酒了 回去了 什么 回了 何人知道他家在哪儿啊 不不不知道 不不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我们也是今天才认得此人的 话音刚落 又有几人飞奔而来 大喊道 苏氏苏折可在 苏氏苏折 汝南王有请 嘿呀 这也算什么事啊 要是知道还有这么一遭 那刚才 我等如何也要把三人留住才是啊 哎呀 是啊是啊 这么大好的机会 方才我等就不该如此敬酒 武士呀 武士呀 又当真武士 都怪我等 两拨人信心而走 垂头丧气 那也知道 回去兴许是少不得得挨几句骂了 汝南郡王府 气氛好像是没有之前那么热烈了 许多世子手上捏着大座 又不太好意思往前去递 唯有继续冥思苦想 都是因为有诸遇在前 随意出手 就是个高下立判 反而不美 别吧 大多数人都在憋 怎么地 也要憋个大招出来 甘郑却是频频回头 看向了大厅之外 他这时候 也是起了一些疑惑 生怕到时候 门外进来的 那当真就是 自己认识那个甘琪 想到这儿 甘郑又摇了头 觉得不可能啊 肯定是弄错了 那重名而已 那甘琪是跟他一起长起来的 那他有几斤几两 那自己能不知道啊 别说是填词了 给他本论语 他都背不下来 别说背了 那读起来 那都得是结结巴巴的 当甘郑见到静文来的人 当真没有甘琪的时候 心下一松 却见一人忧心忡忡地 上前禀报 禀告王爷 甘琪与苏氏苏折三人 接位请到 赵允让文言 面露失望说道 啊 袁和没有请到啊 是他们不愿意来吗 王爷 不是他们不愿意来 是小人并未寻到这三人 只听旁人说三人喝多了酒 先行离场了 小人也没有打听到三人的住所所在 还请王爷恕罪 赵允让文言稍稍叹息 又说道 啊 三人同行 啊 王爷 听旁人说 三人乃是好友 同行与会 俗话说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可不其然啊 如此三人还是好友 那就是兴兴相惜 也算没谈 罢了 今日不见 来日总能相见 赵允让的心态 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并没有那些朝堂关系 或者是文人圈子之类的利益问题 他一个皇家大总管 单纯的就是稀才之一 一旁的赵宗石文言 也说道 父王 只要人在便良 总有相见之时 会考在即 放榜之时 想来也能寻到三人 赵宗石从小有点鼻炎 说话的时候 总是感觉 有点捏着鼻子 话说到这儿 偏听的门缝里 常乐县主也是 一脸失望地回头说道 哎呀 小妹 这回好 一个都见不着了 永家文言 脸上似乎是有所失望 却又在掩饰 口中答道 见不着就见不着吧 有什么大不了的 要说甘曲内曲木兰花曼 甜的还算不错 但是我却知道 不过就是 屈原之天问罢了 永家之言 自然是不错 新气急的木兰花曼 还真是模仿 一千多年前屈原的天问而作 可见这个永家县主赵宗兰 当真那是饱读诗书 一眼看穿 但也并非就是说这曲词不好 好诗绝顶的好 即便是模仿 那也是绝顶的好 永家故意这么说 似乎也在掩饰着什么 大姐常乐文言 撇了撇嘴说道 嗯 你若是这般眼高于顶 如何还嫁得出去 永家文言不答 却听到门外大厅里 包拯忽然间开口问道 秋兰府 可有取来啊 一个小厮连忙攻身上前 把秋兰府从怀里掏出 回禀包师纸 取来了 包拯接过来一展开 看着笑了笑 亲自起身 去到了赵允让的身前说道 王爷 看看 赵允让接过来 三四百字粗略一读 连说几个好好好 哎呀 当真写得好啊 文采非然 千古名副 那写的是自然好 欧阳修看了看包拯 眼神微微隐秘 似乎是有点不爽 欧阳修跟包拯两人之间 似乎是有些嫌隙 就像刘勇说的 欧阳修屡次在包拯升官的问题上发难 包拯呢 似乎也因为欧阳修的发难 在升官问题上屡次碰壁 包拯今日关于甘旗的这些动作 显得过于热情 以偏富而已 在这些大佬看来 其实算不得多么重要的事情 包拯还故意叫人回家去取来 这里边 有没有跟欧阳修较近的意思呢 难以猜测 却见汝南郡王赵允让 忽然间把傅 往欧阳修这个文坛魁首 旁边递过去说道 欧阳修换了一个笑脸 然后接过父 一读之后 点了点头说道 嗯 王爷所言不差 当真是极好的一篇富 辞凿华美 永恶抒情 品皆高雅 不通流俗 情高自持 颇有君子之风啊 四六为言 填章工整 文笔灵动流畅 难得之作也 欧阳修 还是有些读书人的风骨 好就是好 连夸奖的言辞 都显出了文坛魁首 不凡的文采 但是 夸奖的话语说完 欧阳修却又说道 只是 只是这笔字啊 降气有余 灵动不足 查了一筹啊 与文采 我有些不匹配 赵允让文言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欧阳学师 何必过于苛刻 字 可以练 文章乃天生啊 此干其 大才也 包拯文言 依然不多说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还是个面无表情 不知道心里边是作何感想 欧阳修文言笑了笑说道 王爷说的是 在下苛刻了 来人 继续唱 欧阳修把秋兰傅 还给了赵允让 赵允让又把傅给了赵宗石 赵宗石看得连连点头 还招人过来吩咐 叫人下去 好好地腾血一番 却是那偏庭门缝里的常乐 连忙对着门外的一个小厮说道 小德子 去把那副拿过来 本集就见识一下这干其 下集 看你往哪儿跑